最嚴重的後遺症大概有三種 第一個就是萬一你打到我們臉部的這一些小的動漫 它往周邊塞住你的皮膚下面的這些工藝的體積啊 或是真皮層這些領域你皮膚會壞死 那第二個危險就是說透過這一些可能的動漫 它回流到我們眼睛一個叫做眼動脈 那眼動脈它再往前衝它會衝到所謂的中央視網膜動脈 那視網膜動脈它只要很小很小的體積 它可能只要0.01不到或是0.01左右 它就足夠把這個血管全部都塞死 那視網膜就會因為這些動脈被塞死掉 視網膜失去它的功能 就當下頓時就會失眠 那另外就是說有可能它跑到我們的腦血管裡面會造成中風 但是它花症的比例據一些論文 文獻上查的紀錄是說大概每10萬個注射可能會產生一個 當我們有這個Muff Con在補脂肪的時候 我們就很希望能夠研發出來適當大小的針 然後我們控制打出來的量 也就是說當你用的是鈍針 而這個鈍針不要太細 基本上你去扎中你臉部的這些動脈的機會 就相對的變少了 那萬一你真的還是不幸扎中了 你控制你打出來的體積 還有控制打出來的那個充量 所謂的溢出的壓力 這樣子的狀況下 哪怕你是真的在血管裡面 那你打出來的體積很小 你的充量也很小 你不至於跑到近端 那你跑到遠端去的體積也很小 所以所謂的失明啊 所謂的皮膚壞死啊 這些的機會就大大大量的被減少 《街頭的皮膚大腿的距離》 通過五月戶外 隨時尾故 我都在學習 你還真的不察覺 我天晚上 所以我只是想說 我心裡在乞車 所以 divisions 所以我應該會